美国国务院年度毒品报告 在3月到6月间 输入美国的可卡因数量 比前一季度飙升60% 数字让人震惊 白色黄金可卡因的售价是大麻的15倍 这使墨西哥贩毒教府菲利斯的收入 上了一个新台阶 有人得意就有人失意 大麻小王子拉法的五子大麻 成了后娘的孩子 运输车辆大部分被调去运可卡因 迟迟不来产业园 拉大麻 当然更高的收入也会带来更多的麻烦 联邦安全局局长纳瓦 觉得自己那份钱也得相应提高 不要认为你认识国防部长就牛了 部长上周末还来我家喝酒了呢 菲利斯现在底气硬 不怎么搭理他 伊沙贝拉也来要好处 我都搞定法孔了 你又杀了他 你答应我的那份好处怎么办 最终两人弄得不欢而散 拉法由于自己的大麻受到冷落 心情不好 跟矮子等人在夜店娱乐 与阿曼多起了争执 当众开枪 还想杀阿曼多 幸亏被矮子劝下 菲利斯跟老唐商量 想增加可卡因运输量 他的野心真是大 从来不满足现状 决定对联盟进行重组 做一些人事调动 以便增加可卡因的运输量 召集所有广场大佬 和安全局长纳瓦到酒店开会 探员琪琪和上司埃美 找到一个相熟的墨西哥飞行员 请求他拍摄大麻产业员的照片 拿着照片和资料 两个人到墨西哥市见大使 大使对墨西哥的情况非常了解 知道这些破事都是墨西哥政府允许的 而且中情局也知道 但都不管 艾美已向美国媒体爆料相威胁 逼得大使答应和墨西哥政府协商 铲除这个超级大麻产业员 在联盟会议上 菲利斯把阿曼多安排到华里斯广场做副总 要把联盟的业务重心转移到可卡因上 这才是未来的趋势 气得拉法拍桌子 离席而去 现在的菲利斯霸气十足 谁不听话就滚蛋 是我让你们赚到这么多钱 拉法气得跟俩朋友喝酒 一边喝还一边嘟呢 都是俺的五子大麻 才让菲利斯有的惊天 有两名美国旅友也来这家饭店吃饭 第一次来墨西哥看什么都新鲜 比比画画的 拉法几个人一边喝酒一边吸毒 脑子正发热 跟着俩人上演了一出你瞅啥的闹剧 拉法一肚子气撒到这俩倒霉的美国佬身上 残忍的将他们杀死 菲利斯正要坐电梯回办公室 安全局长纳瓦喝得醉醺醺的又来要求涨工资 嘴里还不干不净的 菲利斯终于爆发 用烟灰钢将他打死 蓝先生静静的看着这一切